这个是抗战胜利70周年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我们老战士留点纪念 画面中的老人名叫林真是一名抗日老战士 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他依然精神绝朔 时常来到这处位于香港沙田观音山的狮子亭中闲坐 只因这里曾是他与战友们浴血奋战过的地方 1941年底日军发动攻势侵占香港 那一年的林真刚满六岁 两年后他加入抗战队伍成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一名小鬼通信员 我就是因为我姐姐才参加的 为什么那么小会跑到游戏队里面去 谈及小小年纪加入抗战队伍的原因 林真的眼眶湿润了 1943年林真八岁 当时林真的姐姐林展精通中英日三种语言 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 负责情报和翻译工作 在一次情报工作中 日本军人企图侮辱林展未过 反而诬告他偷了军票 提着刺刀破门而入 他诬告他偷了他们的军票一百八十块 告到宪明部 然后把我姐抓去 打一顿还不说 还亲自用车拉回家 当时我们家是住在三楼嘛 三楼一上来有栏杆 它就绑在栏杆上 上来就不问游员 就打 打了两个多钟头 打了我姐昏过去泼水再打 打了胳膊子全都肿了 拿大刀出来 在我姐姐脖子上 是不是 搁一下 我姐姐说 弟弟妹妹啊 我要是被杀了 你们一定要给我报仇 在这整个过程 我姐姐是一句都没哭 我们只能咬着牙 多少年了 我们都没有忘记 至那以后我妈妈说 你早说呀 我们不能坐在家里再等了 跟你一起去 打日本鬼子吧 就这么参一句 受姐姐影响 林真义无反顾的加入了抗战队伍 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通信员 利用年纪小 不易被察觉的优势 在游击队间传送情报 由于灵活畸变 加之熟悉当地情况 她送的情报从未被截获过 半年后 林真又被分配到伤兵治疗点 负责治疗营救受伤士兵 护理过一些受伤的大哥哥 还有一些 因为做这个地雷的时候 爆炸伤了脸 眼睛都失明的通知 这两个通知后来在抗战以后 有一个我见到了 前几年才去世的 每年见到他们 他都 我真的没有 白天来了 给班农来 是我很亲切的 近年来 林真主要致力于 香港抗战老兵的联谊工作 从1985年开始 老战士们通过走访战友 采集录音 整理陈文 着手对抗战历史进行收集和记录 在老兵的推动下 1998年 特区政府将东江纵队 港九大队 115名烈士的名单 放进了香港大会堂 共市民瞻仰 因为回归前 港九大队在广州 就成立了老战士联谊会 那次在广州 1989年 我们已经聚过一次了 就碰到我当年 邮寄队的 当小服务员的时候的 那个医院负责人 他一放太老袋 你这个小鬼 这二十多年跑哪去了 这不是二十多年 五十多年 所以等我一回来 他就快来吧 快来帮我们老战士会 这个工作吧 就这样 又回到这个队伍里边来 在香港沦陷后的 三年零八个月里 由中国共产党创建 并领导的港九大队 与日本侵略者 浴血奋战 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 留下了可歌可泣的 英雄篇章 在林真看来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这段抗战史 这段抗战史绝不应被人们遗忘 虽然回归了二十几年了 仅仍有人 借着外国的势力 把这段历史 是颠倒的去讲 把这个 当年的斗争 淡漠了 歪曲了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真正的教材 全面的 完整的 把当年 香港人民 从全中国人民一起 奋勇抗敌 争取 保驾 卫国 这个精神 一定要 继承下来